最近呢 因为这个户外活动的兴起呢 所以越来越多的这个 SUV 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低端的也有 中端的也有 高端的也有 然后最近呢 就有一个中国的高端 SUV 品牌 要进军马来西亚市场 就是大家已经听过的 J.COO 啦 那么 J.COO 有多高端呢 我讲没有用啦 等一下 慢点 大家一定讲 我什么车都讲好了 那么今天呢 我就请到了两位朋友 过来跟我们一起体验这个 J.COO 的 J7 来 先来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阿罗 我是Hillary OK啦 那么我有一个基础的问题想问你们 就是对于这个中国的汽车品牌来讲 你们有什么既定的印象吗 就是一开始就是认为中国的车可能就是这样子的 第一印象应该就是性价比比较高咯 应该就只有这样 对我来讲 其实中国车可以讲是便宜又大碗 就是它价格很便宜 但是里面的料又很丰富很丰富这样 但是如果讲到豪华的话 你们觉得会跟中国品牌会跟豪华斩鞭吗 我觉得会有的 只是比较少见 比较少见 我是觉得还好 那么如果我跟你讲这个 Brand 它豪华 你们会相信吗 你讲 我信的 你讲完了 OK OK 还是要试看看先 那么今天我们的影片咯 我们就找来了一辆 J.COO J7 还有一辆 Range Rover Evoque 来让他们体验一下这个中国的豪华SUV 豪华在哪里 等一下 你要讲你很高吗 有蛮多的其实 你知道我旁边有很压力啊 我平常都人家讲我高了 现在还弄不到我 很像NRI这样 像我耶 OK 你看刚好 所以知道我要走是哪 OK Bye OK Bye 那不拉我啊 不拉 OK OK 现在你们看到这个 J.COO的第一印象怎样 蛮帅的咧 我觉得很像似曾相似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 等下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如果你的男朋友驾这辆车在你 你会上车吗 蛤 OK 开玩笑了 这样你对这个车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觉得它有一点帅很Man 很帅很Man 就很阳刚的感觉是不是 对对 你觉得比较适合我还是比较适合它 适合我 适合你 所以你的意思是这样 你自己是很Man的啦 没有不是 是我喜欢Man的车 不是我很Man OK 这样子你们觉得 如果这台车如果单路外形来讲的话 跟旁边这辆 Range Rover Evoque 相比的话 那两辆车车会有很大的差异没有 不会很大但是还是有差异的 对还是有差异 因为你看它的那个灯方面 它的设计都是长条装这样子 然后整个车型啊 也是这一种越野型的 嗯 因为现在就是主打这个越野咯 因为现在真的很多人喜欢那种 Outdoor activity 所以去Outdoor activity的话 就很像现在我们在沙兰这样 一般的车子进来 可能就卡在这个沙兰里面出不去了 所以这一个就是这辆车的定位啦 那么我觉得这样子看是讲不出太大的差异的 现在我先让你们去 experience一下这两辆车 然后你们可以讲一下你们的感想啦 好 OK Let's go 哈哈哈 OK So 两位体验完了两款车之后 有没有颠覆你们之前对中国车的影响 有耶 有有有有有 你有没有觉得这款车的外观车系真的很帅 它很 这个讲讲 Modern 嗯 因为其实很多人讲 这款车一开始在发布的时候 就很多人讲它很像Evoke 但其实他们的整个车头的Design 你仔细看的话很大不一样的 因为首先最上面这边 这个其实是这个Daylight 它有一个Pixel Pixel的感觉 然后它下面那两个才是它的头灯柱 嗯 原来 哦所以这个不是大灯 这个不是大灯来的 它的辨识度很高 它的辨识度很高 然后加上它这个很大的这个Grip 这个就是我觉得JQ它最独特的地方 然后它的Design也不只是这样子为止而已 就是它的这一个Daylight 的Design跟它的微灯Design 其实是很一样的 它有一个相波硬的设计 有一个衔接的 所以这个是它的设计元素 为什么那个Reshover的车灯好像没有阵影的 嗯 我不知道 它有一个主要的卖点就是它很坚固 然后它这个涉水高度很高 它很坚固 涉水高度 对因为它主打是一个越野嘛 如果你越野你的车你不坚固的话 你越野出来你的车就是这边响那边响 然后可能那个门都关不紧那种 其实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 然后像Hirari这样它可以 如果跟男朋友吵架 他都没有开车的话 就是我不要跟你讲话了 甩门走 我不要跟你讲话了 你很弱耶 你很弱耶 哈哈哈 这辆车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的 离地高度 那个涉水高度 它最大可以涉水600mm 也就是讲 你开这辆车的时候 有时候你在开到淹水是不是 其实它可以帮你应付一些情况 让你的车不会被水淹了 然后坏掉 排水 排水 不要try啦 不过看起来真的是蛮高的 对我一个这么高的人来说 然后我们懂你很高 不用再mention了 OK 各位体验完了这个外观之后呢 这个内装里面有什么看法 踊跃发表 我跟你说这个screen 超喜欢的 很大价耶 是 而且这个screen呢 它用的东西都是顶级的 包括这个screen的材质啊 它的处理器啊 都是一流的 就是那个815的处理器啦 所以你在用它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整个很顺畅 而且它支援这个无线的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对啦 然后重点是加上它的这个萤幕够大 所以你看位的时候 真的是一流的那个效果 刚才那辆 Range Rover 它的screen 好像很小耶 看起来科技感好像没有那么好 因为我们每天驾车嘛 都会对着interior 如果那个interior不好看 这样不是很send咯 它这个也是很特别耶其实 是 就很像那个飞机 或者是钢单的那个驾驶咯 嗯 而且我喜欢那个整辆车的空间 很大辆啊 就是你看脚长 还可以把那个脚伸得这么直 是 我可以推到后面去耶 嗯是 这边还有个老板键 哎呦 你看 很爽是不是 还可以躺下去 那么关于这个内装设计的部分呢 你们有喜欢什么点 哦 有一个有一个 我喜欢这个灯袋 哦这个灯袋 是是是是 它是不是可以变很多颜色 还是只有一种颜色 这个氛围灯有64种颜色 可以切换 64啊 对 然后它还有一个模式 就是 就是你打开了之后 哦 你在听歌对不对 它会跟你的音乐 来做一个闪动 给你那种disco的效果 懂事懂事 哦 这个晚上看应该很美 而且重点是它的音响 也是这个sony的音响啦 嗯 它的音响效果 我觉得其实你在听一些 比较轻柔的歌 它整个音场的这个呈现 是非常的爽的 如果它有冰箱就好 有冰箱 有 真的有 你这个打开它是有一个冰箱功能的 我就讲有冰箱的咯 对 打开它有一个冰箱功能的 哦 冷冷的 对 你的饮料放里面它是真的会冰的 你看这个是我们刚喝的饮料 难怪 是 我小时候它应该是有冰箱的 是 是 然后呢 女生 对于这样车有什么看法 女生啊 嗯 我觉得它是很丰富很丰富 就好像之前我们 看那辆 就比较简 简单一点 你是想EVO 啊对 它这个就很丰富 很满这样子 然后这个手感也很好 感到好 但是对我来讲 这个如果大一点就好啊 你不在大吗 你近视了啊 啊不是 女孩子东西要看大一点嘛 这样小有什么事情 可是你不觉得它东西就很简洁 这个就很美 就很直接 就全部东西在这个里面搞定这样子 就不会有太多的按键啊 搞不清楚 所以你的意思是想 如果是对比起EVO 的话你会更喜欢这个内装设计啦 对 然后 我可以跟你讲喔 这个车它还有一个点 你应该也会很喜欢 哇 它有21种安全驾驶辅助系统 哎呀 他讲说你驾驶很危险啊 不是不是 就是这样 不是 是 你不要让女生 被我打折扣啊 开玩笑 开玩笑 我开玩笑 不开玩笑 没有就是 它有这个驾驶辅助系统啦 就是有时候你驾驶的时候 长途的时候 它有Auto Brake 车道维持系统啊 然后等等等等等等 非常丰富 就是可以给你一个 就是比较安全的移动过程啦 刚刚你有讲到这个是很厉害的 对 这个是一个Sensor 它会侦测你这个驾驶者的状态 如果你真的驾驶驾到睡着的时候 它会给你一点提示 深色驾驶者的状态 对 它是一个Infrared 它就是detect你整个脸部 可能你真的是驾驶驾到睡着 它会给你一个提示这样的震动 或者有声响提醒你 让你回神 然后最重要是这辆车 它有540度镜头 哦 540度镜头 你按3D的话 对它是有一个这样子的Design 就是可以看到你周边 甚至是车底部的这一个状态 怎样看底部 底部 你把那个没有在最上面那边 对你拉一拉 往上拉你就看得到 嗯这个就是540度 底部欸 就是在你的车中间 它是有个透明的 看到吗 哦这个透明 哦哦 最下面的东西还是看到的 对 这个是有点小颈对不对 真的真的真的 500多度啊 540度 人家是360度 它500多度 这个厉害 所以这个开车如果旁边 有一些比较窄的路啊 嗯 哦就可以 对对对对 这个很好 这个很好 对 因为我时常开车会撞 喂 你好意思讲 原来是你不是我 你懂我现在 我我现在开这那辆车 是我家人的 因为我的车 因为之前发现意外到送场 最需要的 哈哈哈 还好意思笑人 哈哈哈 真的对 诶这个很棒这个很棒我喜欢 这个很棒我喜欢 这样它的Engine怎样哦 因为Vershover的Engine 好像很劲一下的哦 是 闻到这个就代表它是车手爱的 嗯 车手爱的 哈哈哈 哈哈哈 OK 这个各车的Engine 1.6L 每年路程是120块 哦 这样很像OK哦 嗯 然后它的马力是194hp 然后290Nm 如果讲以这个价位来讲是不是 它这个Engine输出是真的很更啊 哇这样我就要问了 这个价位是哪一种价位 诶我们有尝试过问一下官方啦 他们是讲大概是在20万里面啦 OK可以接受我这样 20万里面 而且是官方还不确定是吗 他们还不确定 OKOK 然后它的0到100加速是8秒 讲真的如果是以这个价位哦 这样的加速表现是很强的 嗯 然后它还有这个AWD系统 就是讲它可以做一点轻轮的AWD 如果是讲你要做AWD的话哦 你的车一定要有这个AWD系统啦 然后这辆车的AWD系统它还有7个加持模式 哪7个哦 7种 走啊我们去兜风 走 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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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是两位第一次做这个JQ7吧 嗯第一次 OK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试一下它的这个越野性能啦 OK 你们对于这种户外活动啊 你们会不会喜欢 喜欢 有蛮想去 蛮想去 喜欢喜欢 喜欢这样类型的就是 露营啊 嗯 爬山之类的 因为你在海边也好 你在森林也好 通常那种路况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那个情况下 普通的车机本来是进不去的 但是这辆车它就是主打这一个卖点 就是讲它有7个驾驶模式 在这边你转这个扭可以切换 7个驾驶模式啊 对 Eco Normal Sport 这三个是在一般的路况下面加的 但是在Off-road的部分 还有这个Off-road 沙滴模式 泥滴模式 还有这个雪滴模式 都是应付不同的路况 OK现在我们在这个路况 就是所谓的飞铺路面 我们来试下它的越野模式 就是Off-road模式啦 这个情况下它会有一个很好的Traction 这辆车基本上就是它主打就是一个生活方式 你平常可以开自台车去上班去买菜 去跟你的朋友聚会 然后在weekend的时候 你可以驾驾台车去一些户外活动的 例如讲Off-road 你看 很顺哦 很顺 蛮顺的 这种坑洞 它的车身就是有摇晃 但是不会摇到你不舒服 然后 为什么车子要有Off-road模式 你们知道吗 可以这样快啊 可以这样快 因为它不会有这个Traction模式 OK我们现在试一下 用一定的速度 现在我们 去找30 很 哇哦 这个就是Off-road 它是顺的咧 是 对对 你看它 它衣服这种路况 你看前面有这个坑坑洞洞 你看 我跟你说啊 这个应该就是那种喜欢 对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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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像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哦 像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哦 看泥地沙地啊 你的轮子可能会卡在那个泥里面 或者沙地里面出不来 这个模式它就可以让你车子的一个Traction 或者动态模式做一个改变 给你有一个挣脱的能力 给你有一个更好的旋迹性 从那个沙地里面出来 然后最主要是它的底盘高 不会抹底啦 我请问哦 嗯 那个雪地模式呀 如果在Valaysia的话 是 是有什么情况是可以用到吗 是下雨 它们在一些欧美国家或者在日本 地上会结冰 地会很滑 其实下雨的话它可能会有帮助的 下大地啊 对 下雨的时候 但是多滑都好 不会到那个地路上结冰那么严重啦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个 offler模式 你地模式跟沙地模式 看我们该在沙地那边走上走下都没有问题对不对 我自己很喜欢它的点就是在offler的情况下 它还可以维持一个很舒服的状态 就像你坐后面你会觉得不舒服吗 是耶 因为通常坐后面会比较陡一点 可是这个的话它虽然讲说还是会摇 可是我坐中间耶 中间的步骤 中间会比较突起一点 对 而且它还是比较稳的 所以你可能就轻微的这样子 晃动吧 味道不舒服 很OK 很OK 其实我们刚才坐那个Range Rover 从Bourgit Jalio来这里 是很稳啦 我feel到Range Rover没有这么舒服啦 椅子很香很大张这样子 可是很硬 坐了不舒服 才坐40分钟这样就腰痠背痛耶 可是这个很软很舒服嘞 而且我这样高你看 几乎我都敲不到天花板耶 我坐中间耶 你要不要免疫一下你的身高 190 190啊 你们平常我讲我18亿 你们讲我全要身高啊 这个就代表说高的人 或者是体型大的人 这辆车刚刚刚 没有对比没有伤害 因为它太高了所以看到我爱 对对对对 因为它很高 它真的很高 所以没有对比没有伤害 而且我发现它的赛民认很大耶 所以它赛民认很大 就是你不会有盲点 就是你平常开车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马来西亚很多的 Motor Driver 然后它会突然间在 神不知鬼不觉出现在你后面的 真的真的 你有这个赛民认就是 你的盲点其实就是会比较少一点啊 而且这个镜头也很多 是 你看啊 它现在是纸的前面嘛 如果你有看盲面 你按这边 它就去换下那边 很适合女儿一只 parking 对很适合女生 parking 然后你开车的时候 你的车怎样你都看得到 所以这个 女生喜欢吗 我会喜欢那个旁边的 因为我每次 parking 还有线 我不懂有没有直 或者park旁边的龙缸啊 我不会 设计到准准的 然后开门就很麻烦看 这个镜头真的是很方便 所以这个一辆车 高点全部东西 真的喔 包咬料 为什么刚才那里面的Shower没有啊 它比较贵喔不是 是 而且我喜欢它的设计 很干净直接 尤其是它这个发手 帅喔 真的很帅 男生你会喜欢 而且这里也是很Man 只可以讲 很帅很酷 它主打一个阳缸 对对阳缸 它主打一个阳缸 可是这种阳缸 女生也适合我觉得 ok的ok的 因为它是很 女孩子是用气质的 就是很Atlas的感觉 很Atlas 豪华 高级感 高级感 你不是在讲你很Man啊 不是我在讲 很有高级感 我不Man 我是哥哥 你是哥哥啊 等一下那个镜头音 他就 喔喔喔喔喔喔 讲真的啊 以你们的观点 你们会喜欢这辆车吗 我觉得OK 这是OK的 性价比来说 因为其实我们对中国车的了解 其实在马来西亚还不算非常的不便 可能大家对中国车的想法就是 嗯 有性价比咯 剩下东西就Mama Day咯 可是这辆车就是 超乎我们的想象 我自己觉得啦 它除了所谓的性价比之外 它还给到了很多 一些豪华车材的东西 例如讲整个Interior的Design 然后这个大屏 这个大屏我跟人家超喜欢 嗯 小小个的萤幕啊 根本都看不到东西了 基本上你只看到 可能附近的路线吧 但是这个5X一开出来 而且它打直的 它好色好带 是不是打直 有没有Tesla的感觉 我现在讲没有 Tesla的设计稍微更简 就是更精简一点 Tesla很多人讲 很空虚 Tesla很多人讲它是毛皮房 可是那个价格 而且它价格很贵 对啊 所以 这个就很丰富 它里面的东西 全部是很丰富很丰富 所以它的耳 它不是讲这辆比不过Tesla 它讲这辆比Tesla好 对 我的耳的意思是 我不敢讲Tesla不好 不用紧了 Tesla的人不会听话语 所以我们尽量讲没关系 因为它真的是很简单 它里面是太简单了 好像空空 还没有装置有房子 对对很空虚耶 这个就是Fully Furnished 你放进去就可以做 对对对 所以整个加起来感觉 嗯 特别啦 很有辨识度 辨识度这个持有的很好 我怀疑拿A而已 有一个新的东西进来 给消费者有一个新的选择 是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而且重点是 actually after 那个Pandemic 之后 很多的人突然间很崇伤 那一个户外活动啊 对啊 因为我很多朋友 其实他们平常就是 Clubbing 喝酒 然后不然就宅在家的 然后在Pandemic 之后 他们又突然间 我好像很喜欢那种户外活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的Lifestyle 就是走这样的 对但是如果是 你真的是像 你开你一般的车子 Sedan Hatchback 你要户外活动 摩底盘 那是肯定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对 这样这辆车就刚刚好 而且重点是我觉得 这辆车的价位 就是刚刚好再符合 大部分人都可以负担得起的 也必须讲老实话 它的这个Off-Road 是真的强 真的强 所以 应付这种Light Off-Road 完全没有问题 这样如果满分十分 大分你可以打分 哇 我会打 8分 8分 你呢? 8.5 这么多0.5 因为是身为男生的一个角度来去看 0.5在这种 真的这种小小的细节 我觉得很touch上男生的心 其实有这个一个钢单啊 这个钢单的Gilmore 这个5分 直接是5分 这个就5分了 每天拍照 偷上网炫耀 那我本本都是这个 这里吗? 它这个哦 我觉得还有一个 不是很 讨厌吗 很多 收纸硬块的 可是你要想另外一个好的点是 它很容易清理 它一扫就 如果你是平时的那种 这种啊 你那种缝隙里面 你要这样清理 好啦 那么 体验到最后 大家对这一款车有什么看法 来分享一下 我跟你说 这辆车我就要把性价 比这个词发挥的淋漓尽致 真的 该有的都有了 而且真的是物超所值 我觉得也有部分的就是 打破了很多人对中国车的一些刻板印象 对 它也可以很时尚 很modern 而且是大家可以afford得到的一个价格 所以 他讲完了给你看他讲完了 真的吗 没有了 他讲完了 我是觉得他刚刚也是有讲话 大家都afford到 而且如果大家喜欢去露营啊 然后去比较那种野外的话 都是很适合这辆车 重点 就是它的价格 就可以有这样豪华的配置了 就是满ok的 就是讲 虽然讲它的价格是大家afford得起的 可是它的配备 去跟那种豪华brand有的比 对 而且它的质感其实也还不错 对不对 对对对对 那么这样的该你们体验完了 它的那个offroad啊 你们觉得 强不强? 强! 那么的 会不会推荐大家买? 推荐! 推荐哦 很有默契一下你们两个很像 你们好像肩才认识这样的 肩才认识吗? 做这样有默契 就代表说这辆车是真的好 ok 会讲话 干爹找他 不要开玩笑 ok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 JQ7的这一个影片 那么大家对这款车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然后这边我们会看到两位的Instagram 如果喜欢他们 对他们有兴趣 也可以去follow他们啦 然后重点是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然后以后有什么最新的东西 也会在我们的Channel出现 记得留守我们的Channel 我是Ivan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